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是给人类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坏 甚至爆发疾病流行 可是这一种自然因素的破坏 常常具有比较明显的地区性 它就只出现在某个地方 而且发生频率也相对较低的 所以相比起这些自然因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人为因素像是对环境污染 它其实对我们的生态系统的破坏 反而是更加严重的 为什么 因为它能造成各种规模的急性 或是慢性的毒害事件 增加我们人群中的疾病发生率 甚至能够对子孙后代发育和健康 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 此外如果是人为因素像是环境污染 它对生态的破坏是没有国界 并不仅仅只会影响某一个国家而已 所以说它其实是可以对其他国家 甚至还可能对全球的生态环境都造成深远的影响 所以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环境的污染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无法逃避的问题 好 大家可以看到 之前我所提过的这个要点 也就是环境的污染 不仅是会对世界各地造成极大的影响 正是会危及人类的健康的 而大家知道有多少种什么样的污染吗 有谁有知道的 那么环境污染 如果提到环境污染 我们会想到哪几种的种类 如果有知道的人的话呢 可以把那个答案放在checkroll 我们等一下来对比一下答案 看一下呢 有多少人对这个污染已经有比较有认识 从图片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到 其实环境污染主要就有这个大气污染 水源污染和土壤污染等等 因为像是大气污染 就代表着空气中的污染污浓度达到或是超过了有害程度 这样呢 超过的程度呢 它最后是会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 和影响到人类的正常生存和发展 对生物呢 对生物呢是造成危害的 举一个例子啊 像是如果我们空气有污染的话 我们就会因为接触到这些污秽的空气 染上呼吸器官 或者是接触到那个空气的视觉器官呢 都会生病 还有呢 其他的就是水污染之中呢 还包括了水污染 像是只要提到能够污染水源的污染物啊 大家都会想到很普遍的就是那个油船 油井 泄露出来的原油 农田所用的沙虫剂和化肥 工厂排出的污水 还有那些矿场啊 流出来的酸性溶液 这些污染物呢 会使得大部分的海洋 湖泊都受到污染 并且呢 结果不但是海洋生物受坏 就算是人类呢 也有可能因为喝了水 或者是吃了这些水中的生物呢 而中毒 此外呢 它还有一个污染 就是土壤污染 因为呢 当这些土壤中所含的有害物质过多呢 超过了土壤的自禁能力 它这个土壤本身 它就会发生变化 土壤呢 我们其实是有很多微生物的 这些微生物的活动呢 就会受到遏制 并且呢 只要有害物质或者是产物呢 在土壤中逐渐积累 它最后呢 会间接通过 种在土壤里的植物 或者是靠近土壤的水源呢 间接地被人体所吸收 最后呢 既然被我们人体所吸收 就是会危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并且呢 之前我就提过 环境污染 它其实是会很严重的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的 这些环境污染所引起的健康课题呢 对大家来说其实都变过陌生 像是有疲劳啊 因为我们摄入了污染物的话呢 人就更容易疲劳 甚至还会变得虚弱和行动磁缓 加上呢 如果污染物深入我们的呼吸和循环系统 损害到我们的肺部 最后呢 就会引发像是呼吸问题等等 这样还有最普遍的例子 就是如果你吸入了那个肮脏受污染的空气 你就会一直咳嗽 而且对于那些小孩子来说呢 这个危害就更大了 因为儿童呢 它的体积较小 呼吸的速度呢 是比成人还要快的 对于这些无悔的那个空气污染呢 儿童吸入量会更加的多 也因此呢 对儿童的健康威胁更大 并且呢 随着污染物含量的增加 再加上某些污染物 它其实是可以导致过敏的作用的 所以呢 它如果那个污染越来越严重的话 就会导致我们接触过敏源的机会越来越多 而最后呢 就会导致过敏 相信对于这个过敏的问题来说 对于大家也是来说 也是不陌生的 像是皮肤会变红啊 或者是有些人会那个 感受 一直打NT 甚至有些人会 如果过敏的情况严重的话呢 甚至还会引发呼吸困难等等 大家呢 必须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由于呢 污染是来自于我们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行为 给环境才造成的污染 所以呢 这些污染污呢 你不能讲是可以避免的 因为它是会通过 饮水 空气 食物等等突进 进入我们的身体 等到它慢慢累积的太多的时候呢 就会造成了慢性的健康损害 例如癌症 环境污染 所带来的长期慢性的健康危害 是不容忽视的 因为呢 只要环境污染的因素还在 与其相关的那些疾病发病率呢 就会一直持续的增高 而且更不用提 环境污染物呢 它其实还会导致炎症细胞死亡 这些情形呢 就会造成我们身体器官的受损 那么在这里呢 大家都会发现到 原来那个环境污染了 它其实是可以这么直接 这么明显的 对我们的身体 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呢 有什么样的产品 我们所使用的什么产品 是会对环境造成破坏 并且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呢 那么其实呢 其中一个产品 就是这个石化产品 而且它还是一个 非常无神的杀手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 石化产品 很像在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 是很少提到这一个词的 但其实只是因为 你没有听过 我们在生活中呢 其实常常用到这些石化产品 到底什么是石化产品 石化产品简单来说 就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延伸 简单来说呢 就是从石油和天然气呢 以它们为原材料生产出来的化学产品 虽然是用石油和天然气为原料生产出来的 我们不要把它想象成是很少见很特殊的产品 因为呢 一提到这些石化产品 石油或者是天然气 大家都只会联想到工业啊 能源啊 之类的用途 但其实石化产品呢 它组成了 是我们生活之中常常用到的产品 它作为呢 不受人们关注的原材料 它其实生产的用品是非常多的 而且通通都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各种日常用品 例如像是塑料 化肥 包装 服装 数据设备等等 所以可以说呢 我们的生活家 其实早就已经被这个石化产品占据包围了 除了金属以外 我们所有的生活用具都和石化产品脱不了关系 而其中呢 石化产品最为普遍之一的用途 就是用在清洁用品中 大多数的清洁剂 洗发精 沐浴卤啊 这些 清洁的护理产品呢 都是含有石化产品 为什么 因为石化产品呢 它价格较为便宜 而且容易被提炼 最重要的是呢 它有着较强的去无效果 所以呢 它才会这样被广泛的用在这个清洁用品中 因为我们使用清洁用品的最大目的地呢 就是为了照顾卫生 为了保持洁净 那么就像我之前所提过的 如果你长期使用这个石化产品的话呢 它不仅仅是会严重污染的环境 更是会危害我们人类的健康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来为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石化产品 它到底呢 对我们是带来怎么样的坏处 大家既然知道呢 这个 石化产品的工业啊 它既然是我们能源的主要提供者 还是工农业的支柱 制造出的各种产品 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所以呢 它主要其实是在可以为我们带来生活上的便利 但是呢 我们不可以罔顾 它其实也同样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它对我们来说是很便利 可是它对你带来的坏处呢 可能有些人还没有发觉到 目前来说呢 大家已知的环境污染物啊 就达到了数百万种 其中之一呢 就有这个石化产品类是非常那个常见的 超过70%的土地和河流污染呢 其实都源自于石化产品的过度使用 和不当的废料处理方式 为什么会说是你的那个 不仅仅是河流污染 因为土地污染都会造成这种情况呢 因为这些石化产品的泄漏啊 还有些其实是可以被我们的土壤颗粒所吸收 它粘附在这些泥土上呢 最后呢导致的结果就是土壤会被改变 加上呢 这些化学产品还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水源 像是废料污水啊 它们是被排入河流的 有些人是把那些化学瓶溶解在水中 甚至是漂泊在水面上都有 这些分身在河流海底的那些污染物呢 最终呢 都会引起严重的水质污染现象 水质一旦被受到污染 也会一并危害到这个我们水中生物的存续 造成生态的失望 此外呢 石化产品行业 它同时也是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的行业 所以呢 它其实是也会造成空气污染 臭氧层吸波 带来酸雨这些问题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 总的来说呢 完完全全就是 不管是土壤 空气还是水源 每一种环境呢 其实如果是 只要是有这个石化产品的话呢 它都是会被它所污染到的 那么第二点 既然它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那它也肯定会危害到我们人类的健康 为什么 因为石化物质的残留物呢 它其实是非常容易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身体里面 我来为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例如这个洗碗精 你用洗碗精洗过的碗别上呢 它其实是还有附着一些残留物 如果你之后呢 在还没有完全彻底清洗 那个残留物的情况下 就继续使用这个碗别 你就会在不知不觉间呢 吃进很多残留物 而且呢 被洗衣粉或者是衣物柔软剂 洗过的衣服也一样 洗衣过后呢 它有时还会残留在你的衣物上 而且你穿上去之后呢 就会透过你的皮肤被人体所吸收 如果为了加强清洁力 大家为了要把衣服洗干净 通常它都会使用分量较多 或者是有更多真白剂啊 让衣服看上去更亮丽的那些洗衣粉的话呢 残留上衣物上的成本就会更多 对健康的伤害也就更大 所以呢 从以上这两个例子来看 大家可以发现到 其实我们每一天所接触到的那些清洁产品呢 其实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 再加上呢 实化物质它是会被我们皮肤所吸收的 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 若是呢 我们的皮肤表皮抗力不够啊 或者是皮肤有哪个受损的地方呢 实化成分就会经过我们皮肤的表皮 渗入我们的体内 那么可能大家就会说 可是我已经常常用着这些 平常我生活之中就在使用这些实化产品 可是我目前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事啊 这是因为呢 虽然少量接触呢 表面上是暂时没有太大影响 不足为害 但是呢 如果累积到的一定程度 就会造成健康上的危机 因为实化物质呢 在组织或是器官中的积累 它其实是会引起脑部 神经或者是肝脏的损伤 甚至还有那些哮喘和叫树的问题 而且有一点要提到的就是呢 能够呢 被皮肤吸收的物质呢 它其实是比我们能够吞咽下的物质 是更加危险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你直接吃下去跟被皮肤吸收 有什么不同吗 不就是依然会渗入到我们的身体 那是因为呢 我们身体之中有着肝脏 而肝脏呢 它是有着排毒和解毒的功能的 如果你吃经由嘴巴吃进身体里的毒素 90%呢 是可以经过肠胃吸收 并通过肝脏分解 所以呢 它其实可以帮你排出一部分的毒素 但是呢 如果你是经由皮肤进入身体的实化成分呢 它一旦被渗入那个体内呢 就会被储存在我们的脂肪中 或者是直接经过那个血液和淋巴液呢 直接进入到我们身体的循环 所以它是没有办法呢 通过任何方法呢 排除 从我们身体之中排除出去 那么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为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图表之中呢 它就显示了 被吸收到的皮肤之中呢 那些产品啊 会引起什么样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 哇 成分是非常的多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就提过 那个我们这些实化产品 它是被广泛用在各个方面的 也就是为 这也是为什么呢 它能够受到的影响 也是很多 像是第一个 甲醛 甲醛在我们这个 防制啊 行业呢 它是用来帮助 合成各种 注迹的 像是可以帮助我们 固色啊 帮助衣服柔软 防水啊 防收缩 防皱之类 等等的那些功能 因为呢 它可以用来提高我们 防制品的耐久性和手感 所以呢 通常在这个生产过程中 不可避免 一定会使用到甲醛 而如果是甲醛 弹量比较高的衣服呢 它最终会慢慢释放出来 而释放出的甲醛呢 它最后就会对我们人体 呼吸道的黏膜和皮肤 产生强烈的刺激 轻则呢 就是产生皮肤过敏 重的呢 则会被幼泛气管缘的病症 而且除此之外呢 其他还有 像是藕蛋 藕蛋它其实是一种染料 可以为我们的衣服 加上各种训练的颜色 但它也是危害人体健康的 银行杀手 因为它 用来染料的工艺是非常简单 生产成本低 染色能力强 但是它如果被使用在这个工业之中呢 而且又被人体所吸收的话呢 这些染料呢 就会通过呼吸道 食道和皮肤黏膜 进入人体 随着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呢 它在特定条件下 是可以还原 分解出能够致癌的成分的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我们今天呢 之前就提到过的那个产品 也就是石化的清洁剂 这就是我们用在日常之中的清洁和护理 它呢 能够就能够损害我们的神经和呼吸系统 为什么 因为石化清洁剂呢 它把所散发出的成分呢 有些挥发性的气体呢 它是能够经由我们的鼻子和呼吸 到深入我们的肺部的 甚至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还有这个荧光剂 也就是我们的那个漂白剂 还会对我们皮肤啊 造成伤害 它会刺激到我们的皮肤 而且如果你长期使用 含光那种 含痕光剂的那些漂白剂 那些啊 洗液之类呢 你皮肤受到刺激之后呢 还会出现那种 长疹子啊 红斑啊 疼痛之类的症状 甚至还可能造成皮肤癌 大家可以看一下 接下来这个部分 丙二犬 它所 它的产品用途呢 就更常见了 也就是我们常见 那个我们日常之中 就会用到的保湿霜啊 爽肤水 润肤乳之类的 都有包括这些合成的产品 而同样的 它也是会造成这个 我们有很多敏感的问题 甚至呢 不要说化妆品了 就连指甲也没有办法掏过 这个丙铜呢 用就算它的范围非常有限 但它也是会在用在化妆品中的 指甲去设计 甚至呢 都会可以造成这个指甲干裂的后果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到 不管是呼吸 皮肤 身体啊 甚至 致癌的成分 都有 大家可以 从这一点呢 大家可以 发觉到 其实这些合成产品呢 对我们身体的影响 其实是一点都不小 那么呢 它之前我就提过 它有着致癌的成分 而DNA也就是我们 基因的损坏呢 它其实是也来自于 这个石化产品的 为什么 因为石化工业呢 它会释放出一种物质 也就是多换 芳香精 这个呢 芳香案呢 它通过人体的活化作用 是可以改变我们DNA结构的 结构的改变 就会导致DNA损坏 最后呢 引起我们身体病序变 甚至诱发出呢 这个癌细胞的产生 大家还要注意点就是呢 这个潜伏期呢 它还很长 所以你一开始呢 可能还没有发觉到 它会对你的身体 造成这么重大的影响 而你一旦发现的时候呢 就已经是发病的时期了 而且呢 石化产品 它所释放的 也不仅仅是这个 芳香精 这么 这样一个 单一的那个物质罢了 其他的石化产品呢 也亦会导致皮肤病 和降低我们 人体的免疫系统 那么第四点 也就是呢 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的 这个 工用 从石油之中 体验出来的石化产品 它在制造过程之中呢 会经过高温和高氧 也因此呢 它的化学性质会被改变 那么造成的结果就是 石化产品是很难被人体的 酵素系统所分解的 再加上呢 这个石化产品 一般都会溶解在脂肪中 它既然无法被我们身体所分解 还会被储存在我们人体的脂肪中 再加上呢 它这个石化产品 还具有环境激素的特性 所造成的影响就是呢 会干扰我们人体的内分泌系统 产生各种症状 也就是它会影响我们身体里的荷尔蒙 这些内分泌的干扰呢 它能够修改 增加和减少我们体内的天然激素 就会导致 我们的那个 身体的激素呢 突然没有办法 符合我们的需求 那么呢 如果是 抱歉 上一张 而且呢 我们可以说 是非常容易影响到的 因为呢 以石化清洁剂为例子 我们所使用的清洁剂 有98%都是石化清洁剂 就包括了洗粉 洗洁精 地板清洁剂 洗发精 沐浴露等等 全都是 而且呢 这些 石化产品呢 除了能够干扰我们的荷尔蒙之外呢 还会很容易造成我们有过敏体质 因为呢 它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教素系统 教素系统既然被影响到 就没有办法分解 它们就会变成了慢性发炎 从而造成了这个过敏的症状 再加上我们现代人啊 我们接触到的那些 石化产品呢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也就是你接触的毒素 种量太多 你的教素系统 已经被削弱的太过厉害 也就是为什么呢 现在有很多人 越来越容易过敏 好的 那么呢 在这里呢 我就为大家解释了 这些石化产品呢 它到底会怎么样对环境 甚至对我们人体呢 造成怎么样的损伤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到的就是 当我们在享受这个石化产品 带来的便利的时候啊 其实呢 我们已经不自觉的破坏了 我们居住环境的空气 泥土而水源 这种破坏呢 常常是不可逆转的 一旦被污染呢 我们大自然都会花很长时间去修复 而且在这个期间呢 作为这个 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中的我们呢 健康呢 也会同时受到影响 我们必须呢 更加的了解 自己使用的东西 来减少使用 以及减少这些污染 那么呢 要怎么样呢 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呢 今天我们使用我们今天 所要提到的BioCleanse 所采取的配方呢 是除了能够高效捷径之外 还非常环保 而且呢 从今天我介绍的这个多功能 喷雾剂的多功能之中 我们可以发现到 多 这个 喷雾剂呢 它可以被用来清洁各种的表面 以及各种的物品 包括 但不限于呢 家具 窗户 窗户 植物 甚至呢 连那个家用电器的物品 也是能够用它来清理 那么呢 为什么说呢 这个BioCleanse一节系列呢 是一种 环保安全和有效的清洁剂呢 第一呢 它是可以被100%生物分解的 也就是说呢 它不会被这样一直残留在我们的 那个环境呢 并且呢 它还有着抗菌的成本 无毒 无有害起泡剂 也不含人造香精和色素 并不含防腐剂 所以呢 其中呢 还加上了 它并没有使用到任何石化产品 所以整个配方呢 整种的 可以以一句话来总结 也就是它是无毒的 它指由天然的香料 可回收和环保的材料制成 并且呢 它还具有强大的抗菌性能 在捷径之余呢 可以帮助消毒杀菌 而且既然呢 它是这种 由天然香料 可回收和环保材料制成的配方呢 它也是非常安全 并且对我们肌肤呢 是非常吻合的 那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BioCase 一节多用途 喷雾剂呢 它的功能 还是得到过认证的 第一 它具有较强的抗菌性能 并且经过测试 证明可清除 多达99.99%的细菌 而且呢 公认的分解率高达97% 所以是呢 可以被生物分解的 这也是为什么 它得到了这个环保的认证 是由环顺标 标准有限公司的认证 那么可能大家就会觉得 这个配方之中 我之前就提到过 它是海离子的配方 那么海离子 到底是什么样的配方呢 而海离子 它其实是一种咸海盐 通过特殊的提取工艺获得的 是一种可以生产高矿物质的盐 它其实在它这个海离子其中呢 它并不含着的那个石化产品 防腐剂 保湿剂 香料和原料等污染物 并且呢 作为这个清洁剂 它还通过了欧盟标准 食品及类别的认证 被认证为呢 是一种环保的清洁剂 所以呢 它并不会像那个石化产品的清洁剂一样呢 对于那个环境造成危害 那么呢 之前我们就提到过这个BioGreens一节系列的配方 它是多么的独特 是无毒的配方 对皮肤温和的配方 并且是对环境不会造成危害的配方 那它除了这些之外呢 还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第一呢 它就是具有抗良好的抗菌 消毒和杀菌的作用 BioGreens一节呢 它具有碱性特性 所以呢 是环保无毒 安全清洗效果好的一种清洁剂 此外呢 它其中的棕榈油提取物和植物中的脂质成分呢 这一类呢 脂质呢 它就富含着抗氧化剂 因此它具有针对许多微生物的抗菌活性 以及杀菌作用 可用来防止异味和细菌滋生 其中呢 它还有着这个酶 这个生物活性酶呢 它是可以帮助去除掉那些顽固的污垢 为什么 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彻底分解 皮肤纤维内部啊 甚至是家居表面的顽固污脂 它能够分解像是蛋白质 等等这些有机的污染物 所以呢 它有着很强的去污功能 并且呢 通过分解掉这些污质呢 成为那个自然的水溶性小分子 所以它在真正意义上呢 是具有安全 洁净环保的清洗方式 它既然呢 还有着这个消毒杀菌的功能呢 就也可以防止明菌的生长啊 去除这个蓝纹的那个发霉味 第二点呢 就是它适用的那个用途呢 是非常广的 它适用于清洁任何表面 像是那个捷径门窗 和是木制家具 并且呢 像是那些敏感的家电用品啊 它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Biopens一节多功能 喷雾呢 机呢 来清洁 甚至呢 像是首饰 装饰品 等手表 也是用它来清洁的 也是可以用它来清洁的选择 那么这样我提到它的配方是无毒的 并且对皮肤温和的 我们甚至呢 还可以用它来消毒我们的儿童丸菌 所以呢 可以说是呢 对小孩子和大人来说呢 都是非常适合的那个清洁剂 那么呢 还要提到的一点就是 这个一节系列呢 它是很安全 温和 并且适合日常使用的 大家可能不用担心 它会不会 它是这么强效的清洁剂 会不会损伤我们的脂肪 因为它其中呢 它的成分还包括了棕榈油 植物和橘子提取物 这些成分呢 就可以帮助保护和滋润我们的皮肤 重点是呢 它一开始就强调了 不含任何对健康或环境有害的石化物质 所以呢 它其中呢 是不会有样的导致我们皮肤发炎 皮肤干燥 或者是我们出现过敏的症状的 第四点呢 它那个一节多空能喷雾剂呢 它还有着那个能够带来清洁和清香的功能 这样的话呢 在你清洁住家 办公室 浴室 或者是任何超市的地方的时候呢 是可以一并消除臭味的 再加上呢 它是可以用在植物上 所以呢 也有些人用它来消除鞋子和衣服的异味 通过这个杀菌除臭的功能呢 就能够使得布料啊 更加的清醒 并且呢 Dioglis一节系列呢 它还可以可安全用于用于清洁宠物哦 所以呢 它能够让你的宠物感觉更加清爽 除了对小孩子是很适合的配方 对宠物同样也是 所以呢 大家可以从这些 以上呢 Dioglis一节的系列中的优点 可以看到呢 它是那些不含人工香料 色素 有毒性的石化成分的 所以呢 它是环保 又对我们人体呢 是非常健康 此外呢 既然它不相认 其他的石化产品呢 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呢 我们就不需要担心 那些残留物啊 会对我们呢 的那个 环境 造成任何的危害 对 那么呢 既然它是有着这么多的使用好处 那么我们到底要怎样使用这个 一节系列的多功能喷雾剂呢 第一 它既然是可以帮忙我们去除臭味 保持清新的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喷洒在有臭味的地方 以消除异味 如果呢 你是想要把它用来做清洁啊 除够的功能的话呢 只需要把它喷洒在你要消毒或是清洁的物品上 再用湿布拔干即可 尽管呢 尽管呢 这个BioGames一节系列的多功能喷雾剂呢 它是适用于很多 很多表面上 但是呢 它也有不适用的地方 那么呢 我们就要小心注意 请不要用它来 请不要把它用在那个生锈 拖漆的汽车表面 或是假首饰 假皮革 或者是任何容易褪色的布料上 不然的话呢 可能很有可能造成我们的布料会落伞 那么的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想要问大家分享的 这个BioGames一节系列多功能喷雾的介绍 好的 大家可以看 在这一点呢 我还要 最后呢 我要再强调一下 它呢 BioGames一节系列多功能喷雾呢 不仅仅是可以用在各个表面上 它的用途呢 非常的广泛 并且大家要强调的 就是呢 它是非常环保 但是呢 配方又是安全吻合的清洁 感谢 这个BioGames一阶 我现在记得 带你 这个BioGames一阶 我再来 我再来